价值百万的马沙拉蒂GT跑车 现如今的售价才一万英镑 这是三英镑 这也让这台车拥有着很高的利润空间 他们将车子开到了赛道上 准备和众多的豪车一决刺凶 你会买一辆这样的 这次他想改装一辆跑车 致敬当年乐盲比赛中的马沙拉蒂 他曾差点就达到了赛车领域的胜备 骑士速300非常紧张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强子去寻找外形设计灵感 而胡子哥要对车子进行改装 线里面的涡轮安装方式很特殊 正常的涡轮都是模块化的 如果你想换更大的 只需要拆下来就行 但这辆马沙拉蒂则不如 他的涡轮内置在排气器官 取出来非常困难 而且基本上无法替代 为了暗示完成任务 胡子哥不得已向专家求助 两人从车子底盘下手 费了好大劲才拆了下来 胡子哥拿着他来到了涡轮动力公司 他觉得既然无法更换 那就把他回炉重造 两人来到数控机 提升车子马力 不过这个步骤风险很高 一旦出了差错 这辆马沙就成了一堆很不坏的废体 两人也要被炒油鱼 完成后强子测试了一下 车子的运转没问题后 他就开始改装下一步了 那就是为马沙装上赛车悬架和专业刹车 确保车子在高速行驶时保持稳定 这个过程有点危险 因为当悬架被成功拆掉时 会产生一声异响 胆小的人还真做不完 完成这些后 胡子哥还贴心地安装了裙板 接近完成 他们要进行实地测试 虽然这个跑道是当地最长的 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让他开往时速320公里 强子在赛道末尾放了测速器 如果这辆车在规定的距离内 跑道时速273公里的话 那么理论上跑道320公里就没问题了 可第一次测试的结果不太理想 速度只有262公里每小时 现在离交车时间还不到一周 着急的胡子哥竟然想出了一个歪点子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操作 为了提高马沙拉蒂的速度 他竟然用纸板和胶带封住了进气隔山 原来是胡子哥认为车子在高速狂飙时 迎练而来的空气无处可去 只能从隔山进入发动机舱 把引擎带向上点 就像降落伞一样给车子减速 他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才导致马沙无法达到时速320公里 所以就想到了这个歪点子 你还别说 贴上黑色胶带后看着还有点帅 那么这次的数据会如何 强子再次再赛了朋友 没想到这次数据更差 时速只有232公里 经过分析后才知道 原来是没有空气冷却引擎 触发了车内的ECU的保护机制 限制了发动机动力 那么究竟怎么做 才能让这辆车达到时速320公里 胡子哥灵机一动 把上内的雨关拿掉 然后去掉上面的塑料相边 这样能让引擎冷却得更快 这次强子抱着半心半疑的态度 再次抬上了赛道 可以看出车子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结束时速度达到了280公里 要不是跑得不够长 速度达到320公里是完全没问题 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步 改变车子外观 现在离交车不到两天 全部打磨平漆根本来不及 所以他们选择了贴车磨 完成后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不容易发现 这是一辆四门轿跑 在胡子哥准备去交车的路上 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询问他车子来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出什么差错 当老板听说时速320是理论数据时 差点气的手机都摔了 他要强子亲眼看到 指针指向320才算是 不然的话就收拾东西 进场打多死 听到老板的这个要求 他当即掉头来到了测速场 要在功率机上测试 随着马力的逐渐加大 表盘上的数据疯狂增加 最终竟然达到了时速349公里 这次测试看得我心惊肉跳 生怕发动机突然爆炸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两人对这次的数据很满意 认为车子可以交付了 于是就把老板和朱迪约到了赛道上 胡子哥还卖了个关子 让车子最后踩出来 这声浪和颜色 对朱迪视觉和听觉 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他迫不及待地就要试车 这次浪和颜色